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发的新冠疫苗传出了好消息 激励了美股今天大涨 那么今天呢 道琼涨了911点 好这新冠疫苗报加因 主要是什么内容呢 因为这家这个莫德纳他们宣布说呢 疫苗的早期临床试验 正是有免疫反应哦 并且说最快在明年初 就可以问世了 好那么这家公司的股价呢 在今天盘前就暴涨超过了 38% 而这家药厂也是全球第一间 公开疫苗临床试验结果的一个药厂 这个消息也让投资人 对疫情的掌握 似乎是充满了信心 那么鲍尔呢 他说美国的经济第三季 就可以重返成长 联转会主席乐观的 看景气的稳步回温 也强调没有用尽所有的工具 在救市 那么鲍尔对股市的有信心 也激励了今天美股从 这开盘的时候就大涨 是开高走高 中厂道琼上扬了911点 那么今天美股的整个涨幅都超过了 百分之二 甚至到百分之三 百分之四 好 在油价部分倒是看到油价回涨 三十块美元 是两个月来的首件 油国减产 大陆的需求回升 西德州期货一度是强谈将近百分之十 好 今天在美股的股市方面 还有油价呢 都是一个大涨的情形 好 今天两大财经报其多关注的是 这台积电现在的变成夹心饼干的左右为难了 因为现在卷入了美中之争 台积电的左右为难到底是什么呢 因为美国封杀华为这个效应 使得台积电呢 现在火速动员律师 进行法律上的一个分析 全面的清查制成 希望能够找出突破口 好 这次原因就是美国这边的出重权 要求使用美国制的设备或技术生产的晶片 如果要供货给华为的话 必须要先取得美国政府的许可 而这个禁令呢 也就是半导体界俗称的微量原则 即便美方给予120天的过渡期 但是台积电几乎不可能改用其他非美系设备 来规避这项规范 所以现在台积电现在是挺伤脑筋的 像今天在自由时报的这个头版当中有提到说 现在台积电的一个做法 因为台积电就停接新单了 其实也使得华为是大受打击 华为的这个职 轮值董事长则是坦言说 为了求生存 现在是他们的关键字 华为现在也面临到比较大的一个冲击 其实华为也警告美国说 你现在这个做法会伤及到你自身的利益 今天经济日报有所专家的法人点名 在这样的一个大战当中的输家跟赢家 各有哪一些 贡商时报间头版头条说 华为去美化 联发科受贿 那么在这次呢 因为中方应该也会有些反制的措施 华为因此会加速去美化的一个脚步 法人缺陷看好 包括联发科 还有瑞誉 戏创 以及神盾这些台系的IC设计厂 有机会来吃这一波去美化的一个转单潮 大家这危机当中也有转机出来 好在公众时报间内也谈到了 两会前期大陆扩大 开放营外资 全面取消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之外的限制 在更多的领域当中要准许外资控股或毒资 另外也要强化货币财税政策 要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 今天日报今天头版头条是 税险坠入了保费的悬崖当中 前四个月的收入2687亿元 骤减了41% 只有健康显示逆势 成长大概一成左右 好 国泰金在今天要召开法人说明会 最终保费的悬崖式的问题 也会是法人所关注的焦点 好 自由时报今天在头版头条提到是WHA 在台湾时间两天的会议 我们在昨天晚上大概六点钟开始 台湾这四年都没有能够拿到邀请函 今天在自由时报做头版头条 中国时报是头版二提 说在小英总统的执政之后 我们是连续四年都没有能够参与WHA 好 昨天是各国代表用视讯会议的方式来参加 那么会中决定说有关于台湾以观察员身份 参与WHA的这个提案 这次先不讨论 他们就交付到年底的时候会复会 也许到时候会有个实体的会议 那个时候再做讨论 好 那么虽然台湾这次没有被邀请 过最新有看到 美国虽然没有在WHA为台湾提案 不过 他们的卫生部长在上面是发言挺台湾 说台湾2300万人的健康不能够因为政治而被牺牲 另外美国的这位卫生部长也不点名的批评说 至少有一个会员国显然因为试图掩盖疫情 让全世界都付出相当大的代价 好 另外看到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呢 他在稍早的时候呢 他也有发表一个声明 是声援台湾的 这次WHA的大会看到习近平 这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受邀 在开幕致辞 那他说了什么呢 他说中国大陆始终公开透明负责任 及时的通报疫情 另外看到习近平也大撒币承诺 向WHO要提供20亿美元用于抗议 好 那么有关于WHA呢 当然我方也就提出抗议 但是我们还是连续四年遭聚在大门之外 好 另外看到今天呢 是在关疫情部分呢 台湾是连续11天的零确诊 昨天陈时中指挥官就说 这外销的口罩可以接单了 好 连续11天零确诊 昨天有这个农民送莲子 这我们很好吃 这个莲子汤的莲子呢 送到了指挥中心这边 就代表说是确诊莲子 就是呢连续都要指下去 都不要有确诊的病例出来 因为国内的疫情比较趋缓的关系 所以像一些运动赛事啦 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 确定在7月份的时候要举办 那么口罩外销禁令也就要解除了 陈时中说厂商现在已经可以开始准备订单了 用的量能真的是蛮足够的 好 另外还宣布说我们跟史丹佛这边有一个合作 台湾跟美国的合作 去研究最短的隔离期的一个做法 那么现在一个做法就是 其实上飞机要回到台湾之前 是没有先做什么的检疫或隔离的 那么现在呢可能会要求 有些受试者呢先在登机之前 有先进行病毒的检测跟隔离 那么在台湾之后呢 再继续的做密集的一些裁剪 就是希望能够找出最短隔离期 这最短隔离期如果可以找出来的话 就不见得每一个进来台湾之后都要先这个居家检疫或隔离一个14天的时间 那么缩短的话也有助于解封跟接下来的一些国际旅行的规范的恢复等等 这是我们跟这个在美国的史丹佛的研究 现在正合作的一个方向 好另外台北市呢 对于这个酒店的解禁 他们也有个最新的宣布 列出了解禁的四要点 最快在星期四台北市的酒店就可以复业了 好所谓的四大要件有什么呢 包括了在台北市呢 酒店跟舞厅要有单一的出入口 意思就是说呢 你要在动线上面让大家都可以从同一个出入口来进出 那么管理人员方面就要求说 顾客入场之前要戴口罩 要量额温手部酒精消毒 那么业者呢 要用台北市府的防疫实名制APP 把顾客的证件扫描 然后上传到云端 没有证件的就不能够进场 另外顾客离场之后呢 你的包厂要马上做消毒 业者在这个消防跟公安检查这边也要做到 这是台北市解禁的一个要求 雷尔报今天的头版头条 关注的是政治方面 就是有关于那个蔡总统明天的展开第二任的任期 那么总统府跟行政院方面都有新的一个人设 总统府的秘书长会由立法院前院长苏嘉全出任 好总统府的人事方面之前我们已经大概有些耳闻了 那么比较特殊的是在行政院新的人事当中 苏贞昌的幕僚跟桃园市长郑文灿的人马 都浮出了政务系统当中 这人事布局呢引发了一些议论 好看到了这个在当初有帮苏贞昌 在辅选新北市长选举时候的人呢 现在也直接的浮出台面了 另外有关郑文灿的部分呢 也看到了郑文灿的团队呢 也分别进入了新内阁 包括他的副市长还有民政局长 所以就有民进党的立委评论说 可以看得出来接下来中央的人才培养呢 是有兼顾到派系平衡 好 韩国瑜这两天他都在高雄市议会当中考试 那么接受这个质询 他并且做施政报告 昨天看到呢 韩国瑜他的施政报告的这个 最后的时候他也为请假选总统 向市民道歉 不过他强调现在自己非常的努力 一天当两天在用 他也特别呼吁说 明天开始第二任期的蔡英文总统 不要就对高雄人不公平 一定要公平的对待高雄人 那么韩国瑜他最遗憾 现在有哪些政策没有完成呢 他说他的工作 现在他最在意的就是双语教育 他希望双语教育 能够继续的推动下去 好 那么由于520这边呢 马英九已经拒绝出席 520蔡英文的就职典礼 因为他觉得说呢 国家退步了 所以嘛 前总统他说他不参加 在政治方面焦点还关注到了是 陈始忠跟侯友宜最近的 这浓浓的烟消味 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一个趋缓 但是呢 纾困之乱持续延烧 新北市府自制了手册 提供行政人员参考 各县市都抢着药 侯友宜还说 不知道中央是不能还是不会做 不会整合这些资料 那么昨天呢 这陈始忠就反击说 我们中央会做也做了 那么另外他也提出数据说 好现在看起来 这个纾困的一个建树受理 新北这边比较多 不过你新北本来人口就比较多 他就从比例来看 他说其实这纾困核定的效能 第一的是新竹市 那么意思是说 新北不是排到第一 那么昨天提出这个数字呢 听起来也是有些政治的意涵 好今天在自由时报 那也谈到了标线 这个在路上的标线 以后的看华系数要提高 希望能够增加歧视们的安全 好这就今天的十分钟早报新闻 我是张庆龄 明天再会咯 拜拜